回別2023迎接2024 今天的聊國際就要再聊 來看看在2023年 發生了哪些重大的新聞事件 有哪些是大家特別有印象的呢 法新社就盤點了 2023的全球十大事件 當然兩場戰爭 包括尾巴衝突 以哈衝突 還有烏厄戰爭 基本上還是呢 佔據很多新聞媒體的焦點 還有土耳其在2月份的強震 以及9月份摩洛哥的強震 也讓大家非常有印象 還有剛剛在新聞當中 也看到的AI的熱潮 在今年被定義成為生存式AI的元年 但沒有想到 也讓好萊塢因此出現了罷工狀況 整個影視癱瘓了6個月 像大家很想看到的殺球第二集 或者是這個怪奇物語的拍攝進度 也跟著往後延宕 還有在新聞當中 其實剛剛也看到是月球 現在是太空角逐一個年代 印度終於重返月球 而且呢其實也變成了 印度上了月球 同時也變成了一個太空強權 還有現在在歐洲 極右派興起還有不少國家 因為通膨啦經濟的因素 所以也導致了這個阿根廷的川普 極右派這個當選總統 其實在大家還有在整個國際的世界上 都是特別關注 不過回到台灣要來看到 大家到底對哪件事情比較有印象呢 或許大家可能都忘了是5月份 是疫情指揮中心解散的時刻 還有在今年的上半年 甚至到了9月份也都出現了缺帶危機 也引爆了陳吉咒農業部長請思 還有包括是普發6000啊 不知道大家已經去領 應該是當時都領到了 還有TPAS的正月通勤月報 到現在也很多人都在用 還有11月份的藍白河破取 也讓大家非常有影響 不過有哪些新聞事件 是你特別有感的呢 我們一起到街頭來聽聽看 大家的看法 拿美工刀刺人家 刺同學跟他又不認識 對不對 那我聽我姐說 他那個國中生今天早上走了 對啊 很難過 嗯我覺得現在我們的教育需要加強 就是沒想到這種事會發生在校園上嗎 然後剛好今天有看到說收益不是啊 就是令人惋惜這樣子 就這個就 嗯 就在這個世界 現在這個已經2023了 還會發生這種事情 覺得 這校園的世界就還蠻 嗯 不知道就覺得 有點誇張啦 對你印象比較深刻 是朝上好客 對啊 為什麼是這個世界 很搞笑吧 什麼是朝上好客 就買不到雞胸肉啊 然後被打 你說 我知道那個誰 嗯 他就買不到雞胸肉 他就在超商裡面發狂 嗯 切蛋危機比較嚴重 因為我們的政府太糟糕了 嗯 你講這一點我就比較清楚 因為我們台灣沒有欠到那麼多 啊你買那麼多 再來賺人們的錢 這個真的不應該 六千塊就是滿正經的 就是沒想到收稅那個會超收那麼嚴重 然後也不知道 我會覺得有一點訝異的是 就是臉 只要就是你只要是 有付款還是有什麼 就會發到六千塊 那樣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好像有那麼一點不公平吧 因為繳稅人是爸媽 可是如果家裡孩子比較多 那拿到的那個錢也比較多 尾巴戰爭 尾巴戰爭的時候 對啊 就是覺得 他們 就是 希望這種事情不要發生在我們 就是我們的生活 我就覺得他們很可憐 要總統大選 嗯 嗯 然後藍白河破局那一次 對啊 為什麼會特別讓你覺得印象很可憐 喔 因為我有在follow柯文哲的IG 然後就有去看他破局的一些狀況 嗯 然後我就覺得 蛤那現在怎麼會怎麼會這樣子 希望我們的國家 能夠新的總統 帶給我們新的氣象 帶給我們人民有安定的生活 這個是我 我們這個年代的我蠻期許的 嗯 新希望 嗯 就是 能歐巴 希望能歐巴 豐盛的一年 對 希望很豐盛 就是因為2023年其實是很缺乏的一年 就是例如說我們民生物質上面缺乏 然後蛋啊或是衛生紙啊這些 所以我會希望就是明年大家可以過一個很豐盛一年 就是說我們可以 至少在生活上面不要說有太多的壓力 好像最近疫情又突然變得比較嚴重吧 然後希望可以之後真的不要再有這些比較嚴重的狀況 因為最近蠻多朋友都發燒然後去住院 而且住蠻久的這樣 好對待身邊的每一個人 對然後都有點善良 這個世界都有點善良 對 大家都是平安 就好了 我們只要在台灣平安 過日子就很好了 局勢動盪的感覺 對 不要再這麼荒唐了 好的確從這個街坊也看得出來 大家對2024年的期許當然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還是是年初的總統大選 畢竟倒數不到20天了 不過說到2024 大家會不會有做一些布局嗎 尤其很多人都希望口袋能夠再深一點 而且在年初很多人也都會去參拜 那你知道年度的十大人氣廟是什麼嗎 第一名就是雲林的北港的武德宮 總共來到了732.6萬 還有第二名是雲林北港的朝天宮 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熟悉 第三名是什麼呢 是台南的南昆生戴天府是586.9萬 另外很多人也覺得說 怎麼會這間廟宇沒有上榜呢 就是很多人也會去的 就是南投竹山子南宮 這個光是金錢就 金紙就有7億收入 而且有超過700萬人來參拜 但是呢其實從相關的數據來看的話 是沒有擠到了前10名 再來我們要來看到是很多人也都會去的 就是知名的素食店了 素食店喔 其實當然是很多人如果在深夜當中 不知道吃什麼的一個好去處 但是呢這家素食店在40年來 第一次的大規模改裝 而且改裝的是它進來台灣的第一家店喔 今天首度曝光裡頭的新內裝 除了有生日的慶生區 還有多人的用餐區 還有過去的戶外用餐區 則是意外的把它拆除了 聯鎖素食店的全台第一家分店 就在這裡已經開業40年了 以往來這邊 你會看到很多的戶外用餐區 不過現在全部撤除了 包括內裝也全新改裝 聯鎖素食店40年來首度大改裝 映入眼簾是以往舊餐廳 沒有的自助點餐機 最大特色則是多了生日party區 還有多人用餐區 整體座位增加99個 以及外送改在室內取餐 和消費者結帳櫃台也有分流 我覺得整體感就是寬敞很多啦 對然後位置也蠻多的 這樣子的話提升自己想要來用餐的心情 算蠻寬敞的吧 然後蠻新穎的感覺 很少出現這種會有環這樣子的意志 不少民眾感覺很不一樣 再把舊餐廳和新裝潢一起對比 新餐廳整體色調較為明亮 而舊餐廳早年的路燈和棋樓木紋磚 也通通拆除 必須封閉部分的樓層或用餐區 大家開始想 麥當勞是不是想要朝 所謂的全外帶的變形來發展 事實上並不是如此的 因為人的服務才有溫暖 新裝潢新氣象還有其他業者也有新變化 超商推出超人力霸王主題店 整間從內到外都有肖像吸引小朋友目光 或是連鎖咖啡店 把原本橘色LOGO換成銀白色 目標朝精品咖啡邁進 各家業者有新變革 也給民眾新的感受 TBS新聞觀眾張慧仙 台報道 T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